上一讲咱们谈到了 法国大革命是如何催生了民族主义 这一讲再来看一下 大革命又是如何让战争的逻辑 也发生了深刻的变迁 一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战争 可能你马上就会想到 拿破仑纵横四海的爵士武功 法国以一国之力对抗整个欧洲 全欧洲不得不联合起来七次 才最终把法国把拿破仑给按住 这段历史确实令人荡气回肠 也成为了启发后来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 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 但是仅仅半个多世纪之后 法国就在1870年被德国打得没有还手之力 之后一直都被德国压制着 直到二战结束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如此有战斗力呢 就是因为有拿破仑这么一位军事天才的存在吗 实际上这是因为革命法国 开启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战争形态 通常我们可以称之为全民战争 拿破仑的军事天才 他只不过是顺势而为 把全民战争的力量放大到了极致 才成就了那么大的奇迹 但是等到这种全民战争的打法 扩散到其他国家之后 法国的优势也就没了 当时法国的对外战争 还让西班牙发展出了全民战争的另外一种形态 你也一定不陌生 那就是游击战 要解释法国所开启的全民战争 就得先说说此前的欧洲战争模式是什么样的 简单说 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欧洲战争 基本上还是可以理解为贵族战争 而贵族战争无论从战争的目标设定上 还是从战争的资源动员能力上 都是比较有限的 先说贵族战争的目标设定 无论中外 贵族都有特别强烈的等级和秩序意识 要把自个儿跟平民给区分开 这种意识很自然的也会延伸到贵族对待战争的态度上 他们都认为战争是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参与的事情 平民是没资格的 而战争的目标 基本上也就是贵族之间的利益平衡 所以很少会发生你死我活的战争 因为贵族们对于彼此的血统正当性都很看重 而血统这个东西是没法通过战争来获得或者被取消的 所以在战争里面就算把一方的贵族给打败甚至打死了 战胜者也未必有资格获取那些失败者的领地 这么一来贵族们就没多大兴趣非要打个你死我活不可了 所以贵族战争的目标就比较有限 规模也不会太大 再说贵族战争的资源动员能力 贵族们对于自己的特权身份都极为看重 而特权身份是基于流传久远的历史传统的 而传统对于人们的行为边界又有着一系列的约束 所以贵族们很重视传统就也要受到他的约束 这就导致贵族在打仗的时候能够动员起来的资源相对有限 也就进一步的限制了贵族战争的规模 更何况贵族战争里面所能动员的资源 主要都是来自贵族自己的领地 而在欧洲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归属于罗马天主教会的 教会土地上的资源很少会被动员到战争里面去 这就进一步的限制了贵族战争的规模 刚才说的这几层意思都限制了战争的规模 但是法国大革命从这几点上都重新定义了战争 先说战争的目标设定 我在前面两讲刚刚说过 大革命带来的是一种观念冲突 这就使得战争不再是以追求物质利益为目标的有限冲突 而是变成了以彻底颠覆掉对方为目标的无限冲突 这就在本质上突破了传统的限制 大革命又讲了人民主权的新故事 国家内部不再有什么贵族和平民的区别 所有国民都是一样的 那么在原则上来说 能够被动员起来参战的人就不再仅仅是贵族 而是全体国民都可以被动员起来 这两条的变化都使得革命法国所能发动的战争 规模不再是传统的贵族战争所能比拟的 这种新的战争形态就是全民战争 再说全民战争的资源动员能力 革命法国的目标是要把传统彻底给颠覆掉 所以过去那些传统所带来的约束就不存在了 资源汲取能力就变得很强 而且革命政府还有一些更直接的大招 比如反对革命的流亡贵族 土地直接就没收掉了 教会的土地也给没收掉了 政府的手里面掌握了大笔的土地资源 用这个做基础就可以给战争提供强大的财政支持 能够养得起被动员起来的庞大军队 说到这你就明白了 革命法国已经开启了全民战争的新打法 而法国以外那些仍然是君主主权的欧洲国家 还是保持着贵族战争的打法 结果就是 法国能够动员起来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差不多相当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总和 而革命法国所形成的新的战争目标和战略路径 也不是传统的欧洲国家所能比拟的 这就带来了各种层面上的降维打击 本来法国就有了巨大优势了 再加上有了纳普伦这位军事天才的指挥 革命法国就可以横扫欧洲 震动大半个世界了 而有了革命法国的战争冲击以及观念刺激 其他的欧洲国家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面 陆陆续续也都完成了 从贵族战争向全民战争的模式转型 到了这会儿 法国的先发优势就没有了 同时它的人口又不够多 又没能占据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机 于是就被统一之后的德国给死死的压住 一直没有翻过身来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几乎是横扫欧洲 当然了 其他的国家也都在想法的反击法国 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西班牙 拿破仑所向披靡 他发现了西班牙不服 就迅速的攻入西班牙 占领了它 但正是在西班牙激发出另外一种形态的全民战争 就是游击战 法国的大军被死死的拖在了西班牙动弹不得 以至于拿破仑曾经悲叹说 西班牙就像是我的一块溃疡 什么是溃疡呢 就是它不会直接致命 但是它会让你一直都不得安生 甚至间接的影响到你的核心目标 最后拿破仑的失败就跟西班牙有很大的关系 据估计拿破仑军队的差不多一半都常住在西班牙 而常住军里面的一半大约是25万人 是用来对付游击战的 而西班牙游击队的规模 根据最大的估计也就是5万人左右 为什么这么小规模的游击队 却能困住拿破仑如此庞大的军队呢 咱们看一下 拿破仑他占领了西班牙之后 按照传统的战争逻辑 他认为这就结束了 接下来就可以对西班牙进行统治了 问题是西班牙的民众拒绝接受法国人的统治 决意要反抗 这里就不得不多说一句了 在大革命之前不到一百年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孙子 就基于继承法当上了西班牙国王 他的家族一直统治下来 当时的西班牙人民也没什么不愿意的 为什么拿破仑打过来 西班牙就不愿意接受法国人统治了呢 其实啊 这就是因为法国大革命 重新定义了政治正当性 在君主主权之下 谁统治国家 这跟老百姓关系不大 但是到了人民主权之下 谁统治国家 这区别就大极了 你看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新的战争模式 让法国有能力占领西班牙 但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新的观念模式 又让法国没法统治西班牙 这真是一种悲论 话再说回来 西班牙人又是怎么反抗的呢 就是游击队 游击队不是正规军 因此他没法在正面战场上和拿破仑硬钢 但正因为游击队不是正规军 拿破仑就没法准确的找到自己的敌人究竟在哪 在法国人打不着的时候 游击队员拿起枪就是兵 随时可以打击法国军队 而一旦法国人压制的太紧 游击队员放下枪就是老百姓 跟其他老百姓没什么区别 法国军队就找不到自己的敌人在哪 这就麻烦了 对法国军队来说 敌人无所不在 因为每个老百姓都随时可能变成游击队员 但是敌人的军队又哪里都不在 因为每个游击队员也随时都会变成老百姓 与法国军队相对抗的 就不再是哪一支具体的军队 而是整个西班牙民族 除非你把西班牙的老百姓全都消灭掉 否则这场战争就是不可能胜利的 而把老百姓全都消灭掉 这又是不可能的 不仅仅是因为你在伦理上做不到 在战争的逻辑上也做不到 因为战争的目标就是进行政治统治 可是如果被征服的人都被杀光了 没人了你还统治谁去呀 战争就丧失意义了嘛 结果呢 拿破仑的军队就被困住了 他永远无法战胜自己的敌人 又没法撤走 因为一旦他撤走了 微信丧失 法国的对外统治 就可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来 根本停不住 因此西班牙游击战就重新定义了战争 对于游击队来说 战争的目标不再是自己的军队取得胜利 而是要敌人逮不着我 只要敌人逮不着我 我就能耗死他 那敌人是否也能用游击战的办法来对付游击队呢 对不起 做不到 因为游击战实际上就是被占领一方 他的人民的自发反抗 游击队是以本土的老百姓作为自己的土壤的 占领军他不是在自己人民的土地上 而是在敌人的土地上 所以他没法游击起来 那么占领军就只能有两个办法 比较好的办法是通过良善的统治 来争取被占领土地上的民心 让老百姓多一半都认同自己 那么游击队就没有土壤了 如果做不到这个好的办法 占领军就只能是正规军来作战 但是面对游击战又不可能获胜 只能是收获一块溃疡 在不断的流血当中消耗自己的力量 最终放弃撤军走人 这样一种逻辑一直贯穿到当代 你想想 为什么在越南战争当中 看似弱小的越南 居然会把强大的美军拖得无可奈何 黯然撤军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里面 为什么强大的苏联会被拖垮 乃至于诱发了苏联最终的解体呢 对于美苏这些大国来说 只要不能消灭游击队 就是失败 而对于越南 阿富汗这些被占领国家来说 只要游击队能不被逮着 这就是胜利 所以法国大革命 开启了现代国际秩序里面 一系列基本的政治和战争的逻辑 以至于不理解法国大革命 就很难完整的理解现代世界秩序 再说回革命法国 虽然它开启了一整套的 降维打击的新玩法 最后毕竟还是失败了嘛 那么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 就是欧洲终于在把法国给按倒之后 重新来安排战后秩序的会议 在和会上有各种博弈 堪称是外交史上教科书一般的案例 尤其是战败国法国 居然靠着他的外交部长三寸不烂之舌 重新成为欧洲列强之一 而维也纳和会所形成的秩序 竟然在欧洲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 堪称是奇迹 我们下一讲就用维也纳和会这个案例 来看一下真正的高手是怎么做外交的 下一讲见 请不吝点赞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